刚刚看到两则消息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 喜的是把海南穷中 当作是全国女子足球青少年训练的中心 海南岛孤悬在海外的第二大岛 原本号称是天涯海角 现在要成为女足青少年训练的中心 相信这个消息一定会促进穷中女足的快速发展 陈婉婷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不仅仅是穷中女足的主教练 这是一件好事情 陈婉婷应该努力的为中国的女足发展 做更多的事情 她也应该做 所以她是应该开怀一笑的 可是啊 另外的一只消息呢 就让人特别难受了 主席跟李肖鹏已经商议过 修改了中国男足的接下来的目标 十二强赛将不以出现为目标 而是以练兵为主要目的 这个消息让人看了以后特别生气 练兵练兵练了多少年的兵 这个兵有完没完的 十二强赛还没有打完的 你怎么又去练兵了呢 总是这样 未战先详了 说现在的目标锁定在 2023年的亚洲杯 2023年的亚洲杯 需要你现在去做这么多的准备吗 眼前最紧迫的是 把十二强赛打好 争取出现 怎么就那么没志气呢 那么都没有一点点担当呢 男主出现还有没有希望 有啊 我们常常说的 哪怕是1%的希望 我们也要付出100%的努力 那么现在还有0.1%的希望 更应该付出1000%的努力 仗还没打 马上自己就脚强投降 这种军队怎么可能取胜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 球迷朋友 仍然会去看 接下来男主的比赛 但是 我们不是去看你练兵的 而是看你们到底是不是男的 我希望这个消息是假消息 我们绝不希望 主邪一群老头子 更无一个是男儿啊